武则天醉酒后为一小国改名 名字沿用至今 如今已跻身强国之列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一代女皇武则天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的女性皇帝 在她的治理下 汤朝繁华昌盛 万国来朝 有次 武则天与众臣饮酒作乐 醉酒后 她为一小国改了名字 此名还沿用至今 而且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发达国家之一 沃国想要修改国名为日本 而这个被武则天改名的国家就是日本 从此前日本出土的汉沃奴国王金印中就可以看出 日本自汉朝时期就已被称为沃国 而在东汉到隋朝 沃国都曾入朝上宫 属于当时中国的附属国 随着沃国国力的逐渐强大 沃国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开始有了转变 关于这一点 从沃国与隋朝的外交来往中就有体现 沃国在隋朝时期 就曾提出想要修改国名的想法 因为中国古代人民将沃国附近流窜的海盗都称为沃口 而且沃字与矮字相似 有矮小的意思 因此沃国认为 此名就像中华民族称四周的少数民族国家为蛮夷一样 但有贬低之意 他们认为沃国是在东边最远处 是距离日出最近的地方 因此想要改名为日出之国 就是后来我们后来所称的日本 唐高宗时期未承认沃国改为日本 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记载 在唐高宗执政时期 沃国一直想要修改国名为日本 特意派遣了使者前来 但唐高宗未曾承认沃国更改国名为日本 这一点在专门记载中日交流的书记 《善灵国宝记》中有所证明 书中写道 唐朝使者郭悟从 在初始沃国所携带的唐朝国书中 写的是大唐皇帝敬问沃王云云 国书中称沃王就可看出 大唐仍然没有承认沃国修改日本作为国号 唐朝一直不愿承认沃国更改带有耻辱性的国号 其实和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白江口海战息息相关 这场战争唐军已少胜多 将沃国水军击败 也正是因这次战役的失败 沃国与唐朝的外交关系恶化 而沃国国内又发生了内乱 天吴天皇上台后 便切断了与大唐的所有外交联系 直到吴武天皇即位 才重新与唐朝恢复了外交关系 并且派出代表团出使大唐 在吴武天皇时期 也正是武则天执政时期 沃国派遣的代表团便来到了武则天的面前 武则天最久承认沃国改名为日本 沃国代表团的浅唐使宿田真人 在出来大唐使 被询问是何方来者 宿田真人回答 我们来自日本 是日本派遣出使大唐的使者 大唐官员不解 再问日本是何处地界 宿田真人则答约 日本是位于大洲楚州严城县地界 大唐官员更加疑惑便问 为何刚刚称为大唐使者 现在又称日本在大洲地界 你们国家的国号怎么更改了呢 宿田真人解释道 皇太后即位 改国号为大洲 自然日本属于大洲地界 大唐官员观其衣着后说 听闻在东边有一窝国 衣着打扮乔助与你相似 你们应该是窝国使者吧 随我而来 在旧唐书中有记载 宿田真人喜好经史 博学多识 性情如雅随和 武则天便设宴 款待这位远洋而来的浅唐使 宴会至上 宿田真人夸赞来唐所经之处 无一不展现出大唐的繁华 而这些都是在武则天的治理下 才能实现 这些话武则天听后很是受用 功仇交错 宿田真人见武则天略有些罪意 便趁机将此番来唐的最终目的 告知武则天 武则天心情甚好 在得知窝国请求将国号改为日本后 随即就答应了宿田真人 将窝国改为日本 在实际正义中就有记载 午后将窝国国号改为日本国 日本今非昔比 积身为世界强国 自此 窝国就被称为日本 而这个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日本曾经是作为中国的附属国 数百年不断派遣使臣来唐学习 在这期间 日本犹如小唐朝将唐朝的经济 文化 政治等制度全都进行模仿 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 便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亚洲四个发达国家之一 积身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现今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一为七大工业国组织成员 与美国同为仅有两个人口过亿的发达国家 主要奠基于日本经济 在二战后的巨幅增长 现实日本的科研能力 工业基础和制造业技术 均位居世界前谋 并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和进口国 20世纪日本一度达到美国GDP的七成 但1990年代经历了经济泡沫 被称为失落的十年 且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等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 至2019年为止 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一国际汇率可兑换成为约40846美元 人均国民收入则在44000美元左右 属于高度发达的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亦在最高群组行列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